人在座天在看沒有錯 但是看電腦的是誰 是柯文哲說他在看風向 可是他沒有想到天也在看他 為什麼 我只想問柯文哲一件事情 如果你想到你的爸爸媽媽 在開打的第一天就那麼妥適的 在新竹非常愉快的 而且非常安穩的非常平穩的 打好的疫苗不必預約 然後就到現場很快就打好 我不曉得你回想起來 你看到台北一些被你 被你這樣子無能 剛必自用獨裁的決策之下 而那些打不到疫苗 或者說在大烈日底下 拍長龍的長者 我不曉得你心中 我們一點點慚愧 我相信你是沒有的 所以你看電腦是你 你在看風向 你因為看風向 所以你在轉話題 你在實踐你的鯊魚理論 為什麼 因為他看到百分之七十五人很不滿意他 不管是好心肝事件 又或者說長者施打疫苗 臺北市可以說是全臺灣倒數的 首善之都變成這個樣子 真是不可思議到極點 因為我們一個非常剛臂自用 自以為是迷信科技 可是根本不懂得體貼長者 真的是沒有能力的市長 那你現在為了要轉移這個焦點 所以你又實踐你的鯊魚理論什麼 你又開始一堆名詞什麼一個月之內清零 什麼冷區殲滅 有沒有什麼同性緣方式 我告訴各位 不要在那邊標新立義了 什麼同性緣方式 什麼冷區殲滅 就是精準疫調啦 你早就你以前說你不做疫調 你的同性緣不就是疫調嗎 他換了一個名詞在做包裝 跟他外表一樣 然後你就開始討論了 然後現在畫一個更大的大筆回來 一個月之內清零 我們專業的醫師在 等一下請你來評論 我是覺得說非常困難 好 但是他講了這些 就已經先把遠大的目標弄出來了 然後他就有課要粉 就會這個又在PTT上去帶風向 然後他的網軍就復活了 又開始吹捧了柯文哲多麼厲害 然後他更厲害什麼你知道嗎 他預先打針 他雖然吹了一個說 我一個月之內要清零 然後他有說 他之前有說 不要清零也困難 就算臺北清零 外縣市還可能輸入臺北 所以如果到時候清零不了 OK 我的冷區殲滅做得都好 我領導的多麼英明神勇 就是外縣市輸入來臺北 預先都打針了 他講得真好 李主任 他一個月可以清零嗎 不可能 首先我要替我們萬方醫院承清 萬方醫院這邊試一次施打 說怎麼爬好漢坡 萬方高中這件事情 這個陳志穎的里長好像很生氣 對 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 你們是被臺北市政府害的 對 我要分析一下 一個是文山運動中心 還有一個是警察學校 警察學校操場或是大禮堂 你們萬方醫院是有三個地方 你們規劃三個地方 可是臺北市後來選萬方高中 因為文山 好我們來回顧 是他叫你們要打疫苗 你們萬方醫院 所以你們就選了三個地方 警察 警察學校 在平地 在平地上 文山運動中心也在平地 然後萬方高中在施行坡上 你們選了三個給臺北市政府選 對 因為當時學生說這三個地方 然後臺北市政府選了一個好按摩 那時候我們也跟他說 我們因為我們照顧很重重症的病人 我們現在重症的ICU二次床 住了滿滿的 很多病人還在跟死神搏鬥 醫療的人員的量能吃緊 結果他們還要叫我們去資源 去施打疫苗 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應該叫基層診所的醫師 護理人員去施打疫苗 我們現在要降低死亡率 醫院每天死這麼多人 大家都很關心 心裡都很焦慮 能夠降低死亡率 讓醫學中心好好去照顧 這些重症的病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醫學中心的使命 你怎麼會叫醫學中心去幫忙打疫苗 而且還要打電話給那個醫院的人 選了地點又不對 要選那個好汗坡 結果那些省者就走了 在那麼熱的天氣 我看到那邊都快中暑了 然後這個是有關疫苗方面的事 再來說雖然說這次的疫情 連續四天已經破兩百以下 都一百多 但是整個雙北市的生活圈 我覺得臺北市跟雙北 跟新北市應該合作 因為整個大臺北 這個生活圈 就他自己講的 如果有可能很多新北市 你到臺北市來上班 那有可能會把那邊的疫情帶過來 所以那個整個應該是一個雙北市的 事然該好好做下來 這不太懂臺北市清零是什麼意思 臺北市有一個長城嗎 這個有一個牆嗎 他是河 不是長城 對啊 我的意思 他要蓋那個護城河 護城牆嗎 講這個話 這個他也是個醫生 他是河 可是聯絡光是新電器 我喬那麼多 至少十幾座橋樑在連接 對啊 每天進進出出的人非常多 對啊 所以會造成這個交互交叉感染 而且傳染病無國界 信不是說你臺北市 自己過自己天龍國的生活 然後我就可以清零 我覺得他講的是那個天方夜譚 所以他講這個話就是很可惡了 對 我覺得他講這個 連我們醫生自己看 我覺得講的是天方夜譚 追牛皮 因為我們現在接下來 除了說要廣大的施打疫苗 連疫苗施打都做得不好 哪有可能清零 疫苗施打 疫情的控制 以及廣社這個篩檢站 企業快篩 居家快篩 社區快篩 這些都是要一起來做 雙管旗下一起進行 才有可能把這疫情控制下來 能夠控制穩定已經不錯了 哪有可能在一個月內清零 我覺得不可能 原來是市政府選了 好漢坡之後你們沒辦法 你們還去要求叫接駁車對不對 對 但是接駁車這個事情 里長不知道 里長不知道 民政系統跟臺北市政府 沒有跟他們講 所以里長沒有跟這個 阿公阿嬤 爺爺奶奶講 因此他們不知道有接駁車 後來我們趕快在醫院的大門口 因為很多人以為在萬能醫院施打 萬能醫院也要爬坡 對 我們也要爬坡 上街要兩百公尺 那我們趕快在醫院的門口 以及那條巷子的路口 那條巷子路口 因為他開始爬坡 從新榮路那邊開始 就有接駁車在那邊 而且我們也派志工去那邊輔導 說你那個走的方向 他剛開始網站還寫 在萬能醫院施打 我們都覺得很冤枉 怎麼會在萬能醫院施打 後來才改成萬方高中 所以就造成混亂 還有我們醫院應變得快 趕快大批的志工去引導方向 然後協助那些長者 包括推輪椅 或者是扶著他們上去 還有包括街坡車印 就街坡這樣子才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萬方高中這件事情是臺北市政府的人選的 是衛生局選的 還是其他的人選的 衛生局 衛生局選的 這一波那個醫院真是蒙不白之冤 那個醫院還要那個簽保密協定 打電話給那個預約的人 那事實上其他的縣市都是發通知單 因為是民政系統去通知人家 本來醫護人員是只要你們應該只是去派 醫護人員去做疫苗的服務而已嘛 你放A來我就幫A打 放B來就幫B打 結果你們是什麼事情都要做 打電話約人 然後還要弄場地 布置場地 連接駁車都要 然後還要倒楣被罵 還有那個場地是還蠻大的 我們用那個與美町市的打法 所以那個解決這個擁篩的問題 還真是冤枉你了耶 你可以跟陳志穎里長講一下 後來我們發現陳志穎里長講了之後 我們也跟他討論的就是有接駁車 然後他說因為太晚通知了 因為市政府太晚通知了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那萬方醫院在不只萬方 西元醫院也是 人家西元醫院是想要疏散 這個你叫我增加兩百七十四個人打 那我想說都集中在下午打不完 希望能夠早上打 結果黃珊珊他們不准 然後害得他就要通知人家說 這個要下午要取消 然後臨時又來了又怎樣 他們做得好 台北市政府為什麼做得這麼的 這麼的獨裁霸權 你們 你這樣講完他會不會被罵 會不會被他那個處分 因為你聯義萬方醫院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管的 我們是由台北醫學大學委託辦理的 但是我們那個上市還是他沒錯 是啊 那他如果那個衛生局長的長官 因為台北市衛生局長 實質的衛生局長是柯文哲 他是要欺負你的話呢 跟我講我幫你報仇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